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对于未来的预言 广大的粉丝朋友应该会想到最近正在火红的火星男孩 波利斯卡 他所预言的世界大战 火星人造访 或者是种种的预言 包含了金字塔人面师生向后面的潘朵拉之河 都让广大的网友产生了很大的回响 以及我们现在已故的美国大预言家 珍妮·狄克森所预言的 包含了未来的希望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预言 但其实这些近代的预言家 包含了火星男孩 他们所能预测的事情 大多都在一两百年之内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一本超级的预言书 叫做推背图 其中所预测的事情 遥遥数千年尚未能穷尽 我们这篇开始我们这些系列推背图的系列 要跟各位一一介绍推背图到底会预测出什么样的历史大事件 首先我们要认识这本推背图的作者 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背景 可以写出这个旷世巨作 他到底是真正有实力的预言家 还是他在家里的做梦的梦想家 其实推背图的作者 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位一起共同著作的 这两位都是唐朝时代的人 一名叫做袁天刚 另一位叫做李存锋 说到这个袁天刚 如果你听过一般的老师在算命或是农民历上 说你的命算出来之后 你是几两几分重啊 你整年有重啊 三两五啊 六两八啊 或者说你的八字有多轻或有多重 这就是袁天刚先生所研发出来的 袁天刚蹭骨骼 但是袁天刚先生 他可不是一般的一个算命先生而已 他其实是一个县令 也就是现在的一个县长 袁天刚先生在唐朝开国的时候 就被唐代宗延揽到身边 凡事遇到他 唐代宗很难去辨别 或是很难去决定的事情的时候 除了防杜之才的防玄灵之外 另外一个就会去征询我们袁天刚 这位袁天刚 他除了蹭骨骼之外 他还有一个特殊记忆 叫做风剑 也就是他只要听到风的声音 就可以推移出万物的变化 以及击凶悔令 那他同时也是唐代制定风力等级的制定人 以前是没有所谓的风力 现在有几级风 在唐朝的时候 制定风的等级的就是袁天刚 更令人惊叹的事情是当时袁天刚 在见到还是婴孩的武则天的时候 他是武则天的时候 是男女扮男装 穿了男性的衣服 他的父母就问 哎 袁先生听说你很会看面相 你帮我看看这孩子的未来如何 袁天刚一看 哎呀 脸色一沉 就轻声的 跟他的父母说道 如果他是女孩 假设他是女儿 他将会是天下的公主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孩子未来就是天下的皇帝 那这件事情 父母吓得不敢再讲 但是古代没有不透风的墙 过了几年 这个传言就被散布了出去 那同时当然也传到了唐代宗的耳里 说什么呢 有一个姓武的人 将会取而代之 杀尽李氏的子孙 成为一个新的天子 那唐代宗想说 哎 这个事情 据说是袁天刚传出来的 他就把袁天刚招来问一下 你这个外面所流传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跟我讲清楚 袁天刚想一下 跟他讲 这是真的 那唐代宗一想 哇靠还得了啊 未来一个姓武的人 既然要却取我的天下 杀了我的子孙 那我还不把 广快把姓武的人全部给你杀光光 那他们整家族倒在落地 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所以袁天刚跟他讲 黄荡 你不要急 请听我一言 如果你杀了这姓武的所有的人 那么你三代之后 仍然会有其他的 人来吹翻你的朝政 也同样杀光你的子孙 但是你若是没有杀掉这个姓武的家族 那么当他成为皇帝之后 他又会把皇位还给你们离家 而且让唐朝能够继续延续多少? 三百年的国座 那唐代宗很犹豫啊 他就想杀了他 我只能传三代 不杀他 但是他会杀我的子孙 但是我的天下还可以再传三百年 几经挣扎之后 他决定儿孙只有儿孙福随便吧 那当然后来果不其然的 武则天武昭蒙成了取代唐朝的第一位女皇帝 改元为周 但是这位武则天并没有把他的皇位留给姓武的子孙 而是把他的皇位留给他儿子 也是姓李 在他退位之后 被逼退位了 那这个朝代又改回了唐朝 唐朝的国座 也如同元天刚所预测的 继续维持了三百年 而另外一位作者 李淳风先生 是随朝清定的清天间 也就是天文官 专门去研究天文地理 而且他的技术之高 非常厉害 当然最后随朝灭亡之后 唐太宗就发现 哎 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 赶快把他研揽过来 有一天 李淳风就跟唐太宗报告是说 红尚 现在要有日食发生了 唐太宗看不差相信啊 他看看天上 现在里头太阳这么大 怎么会有日食发生呢 他就跟李淳风做了一个约定 好 你说什么时候会日食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日食 我他妈把你脑袋给砍下来了 你竟敢给他屈屈往上 你的头是不想要了 那后来 约定的时间到了 好 皇帝一早上起来 看看太阳 哎 太阳高高挂 哪来的日食啊 好 就把李淳风叫来 哎 大家主仆一掌 我看你嘛 也是 是我们兵主一场 OK了 好 但是呢 你七军往上 也是最无可恕 按照约定 我就得砍你的头 你现在回去跟老婆小孩道个别 等一下来砍头吧 李淳风就看看太阳说 现在才几点 你几什么 他就拿了一支笔 在宫内墙上画了一条线 就跟那种说 等一下 如果太阳照了这条线 还没有日食 我自己把脑袋送下来给你 不劳临大将 结果当太阳慢慢的慢慢的变为位置 当光线照到了李淳风所画那条线的时候 日食开始 好 这个是有记载的 所以是说李淳风 他对于天文计算的精妙 即使放眼到现代 如果不靠科学仪器 恐怕还没有人能够办法做的跟他一样的准确 有此可知 这推背图的两位作者 袁天高先生跟李淳风先生 都是当时不但是高明的天文学家 科学家 而且也是皇帝非常依赖的重要官员 所以他们的各种著作 都是按照他们科学的精神跟精算之后所记载留下来的各种珍贵史料 这跟一般的我们传说中的神话 或是一些其他的流传下来的算命书不一样 这个是由官员经过验算之后 所留下的著作 那这两位天文学家 他们也同时彼此同朝为官 因为实在太厉害了 天才敬天才 惺惺相惜 所以说他们私底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常常在一起喝茶饮酒 然后交流一下专业知识啊 互相切磋,教学乡长 但是有一天 李淳峰跟袁天刚在交流的时候 李淳峰突然灵光一见 哎 怎么有一种方法 我们来可以推演未来千年的一种排挂方式 大惊之下 跟袁天刚先生说 哎 你来看 这个方法真是了不起 我们来试看看 所以说他们两个就开始一起排起了挂 从第一挂开始 慢慢的把过去从盘古开天 一直推推推推下去 一推就推出了近千年 在这过程之中 李淳峰跟袁天刚 他们两个一个推一个记录 记录就用颤文来做主要的记录 用送来稍微解释一下 旁边再加以图 然后来让后面的人可以理解 那这一推啊 越推越不得了 因为他推没有多少挂 就已经从盘古初开预测到未来 以他们来讲的未来 甚至千年以后的世界状况 每沾出一挂 得出挂意 就让这两位先生 一直衣洗一则以忧 洗的是什么 原来这世界会变成如此 他的变化 万物兴盛 这个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也是怎么样 因为人的贪念跟贪欲 却又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让森林涂担万民悲弃 血流成河 两位先生就一直推推推推推 推到第五十九卦的时候 李淳峰先生感到已经感到了 有点心力交退的忧心 哦 怎么世界最后会变这个样子呢 这个时候啊 跟他一起研发的 袁天刚先生就站起来 哎呀伸个懒腰 过去拍一下 李大哥 别搞了 怎么说呢 几千年后的事情 干我屁事啊 这样下去 我们算得完吗 儿孙自由 儿孙福 不要算了 来 喝酒睡觉去 所以推背图到最后只有六十个卦 但这六十个卦却不止预测了唐代所会发生的事情 也包含了宋 元 明 清 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包含我们台湾现状也是在推背图中 而不只是现状在他推背图中 更包含从现在您看到这个视频以后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会发生的事情 可能都在推背图中已经做好了语言 当然推背图从唐朝流传到现代 他的内容 有没有可能被有更改的疑虑 传说中啊 这是传说 宋太祖赵宽映 他是怎么样呢 成桥兵变 黄袍加身 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当他成为开国皇帝之后 他发现了推背图早就把他黄袍加身的地点时间跟方式都讲出来了 他觉得太可怕了 原来我做的事情早就被这两位先生所知道了 所以说是怎么样呢 下令赶快把推背图的所有顺序全部打乱 再流传到天下 为什么这样子百姓就不知道未来事情发展的顺序 那就不会有人用这本书来当作 哎 你的宋朝的去运道该下台了 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不过这个事情 纯属意测 也是所谓什么 香野传闻 没有所谓的依据 不过这本推背图流传到现在 在清朝的时候 被一位什么 大秀才 也是大文豪 叫做金圣探的先生 得到之后 他根据推背图的记载 他觉得里面 尖色难懂 并不是很容易的 能够让百姓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是说金圣探先生就在他所得到的推背图中做了记录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得到的版本 下面都一行金圣探著 就是这位金先生 那这个这个版本到底是不是袁天刚跟李春风两位先生的原始版本呢 其实经过了很多人的考证 推背图 现在所任何人所拿到推背图有可能 里面的图 不是袁天刚先生跟李春风先生当时所画的图 可能是有一些人他得到这本书之后觉得这个图太潦草了 不如我们重画吧 反正意思对就好 所以说后面的图 有些时候因为时间跟朝代的变更 图就被更改掉了 现在所知道了 就好几副光头发就变成清朝人的头发 问题是唐朝人怎么会画清朝的头发呢 其实是清朝的人得到之后 再重新绘制一遍而成为清朝人的头发而不是他原来就是清朝人头发 我这包含了各种版本 那所以是说现在很多人想要去研究推背图的时候 常常会把他的研究重心去解析这个图 而图本身就是被更改过的 那研究图其实就是一个美意的误会 而推背图他最主要的精神 其实并不是在于图 而是在于他的称文 为主 颂为辅 所谓的他里面所画的图 其实就是为了让后代子孙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 我可能是讲这个意思 然后得一个表象 而并非真实 所以说推背图流传至今 那他也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预言创作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本集先介绍了推背图的由来 下一集我们来看看推背图到底跟近代历史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我们会慢慢的介绍到什么呢 推背图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政治局势 但是国际局势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准语言 请各位一定要去订阅老师的频道 这样老师在发新的我们的文章的时候 各位才能收到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